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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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一開始就講說 這個算是旗艦級的 那其實就歌劇的術語來講 它叫做大歌劇 旗艦的顧名思義 它是最具有指標性的 唐卡洛他的整個故事 他所要求的這些場景 跟編制 不管是演奏的或是演唱的 都是算是大型 反正就是公斗劇 然後在中間就是牽扯到 古時候的那種 宗教跟政治之間的 拉扯 還有那種君臣之間的 相處 全部都在這個歌劇裡面 都呈現出來 所以說我當然對於這個 《瑋利浦二世》 當這個國王自己獨處的時候 在這個場景之前是一個 很盛大的一個 公眾的儀式的結尾 然後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唱了這一首 有名的永嘆調 國王他的那個心情的轉 這一段也是我對唐卡洛 就是很被吸引的地方 永嘆調跟二重唱 全部都是南低音 我覺得那個震撼力還蠻強的 就是你全身會被震撼 那樣子的手法 來詮釋這個作品 古裝他在現在這個時代 他越顯困難 你當然要去研究 當時的所有的這些 只要跟演出需要的內容 有關的當時的文物 然後你現在要重製它 更不用講服裝的部分 那這次有上百件服裝 就是戲服 至於說在疫情期間演出這個作品 我想不只是衛舞營 在台灣我們看到所有的表演團隊 包括表演場館 即便是只有國內卡司的製作 大家都是努力在這個 受到疫情影響的生活 或是這個生命階段裡面 想辦法留下一些紀錄 應該要做一些振奮人心的事情 在現在這個時代 你其實很少有機會可以看到這種 所謂的古裝的歌劇的呈現 現在竟然有機會在現場看到 我相信現場帶給大家的震撼 一定是欣賞的時候會更有感